总之是静观其变 而看到了北韩又用射弹刷存在感 北韩上周潮汐部海域发射了六枚短程飞弹 他说是以韩美作战机场作为攻击模拟目标 那么三天之后 北韩在周日凌晨声称出动了金鱼级的潜舰 在水中发射了两枚巡异飞弹 北韩就是冲着韩美联手的自由护盾 11天大军演而来 在今天启动 而这个联合军演 两国联军跟联合国驻南韩的司令部 模拟北韩威胁这些实际战争状况 24个小时都不会间断 20多场野外的机动演习 事实上最长的一次联合军演 以黄海池岛射击场为目标 投下精准导引炸弹 美国空军最新一代空中炮艇机 AC-130J幽灵骑士 这个月初首次现身南韩 参与铲除北韩政权的演习任务 也为这个月的韩美大规模联合军演 揭开序幕 韩美13号启动自由护盾军事演习 因应北韩核武威胁 以及恶物战事等世界局势多变 这一回特别加强模拟实战 将不分场次24个小时不间断 举行为期11天的联合军演 也创下史上最长纪录 韩美两军重启20多场野外实战机动演习 以增强同盟战力为目标 检查联合防卫态势 当中也包含五年前文在寅政府时期 一度叫停的战区级演习 美国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 飞弹驱逐舰等重要战略资产 都将参与其中 不过就在演习正式登场前一天 北韩先发制人 深圳动员金鱼级824英雄舰 从水中对空发射了两枚战略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速度慢 但射程比短程导弹还要长 还能调整方向 南韩联参分析认为 北韩有意扩充发射平台 以回避韩美的飞弹拦截系统 同一天北韩召开了 劳动党军委扩大会议 暗示对韩美军演采取军事反制 南韩军方观测 为期11天的自由护盾演习期间 北韩不排除还会出现 更高长度武力示威 除了南韩国防部驻韩美军 以及韩美联合军司令部 由澳洲加拿大等国军队 组成的联合国驻南韩司令部 也将投入自由护盾演习 副指挥官强调 军演的合法性 无惧北韩威胁 联合国军司令部 透过专属热线 与北韩一天通两次电话 期待与平壤当局 进行更深入的沟通 今年适逢停战协定 签署70周年 司令部联合工作官也带着 媒体记者团回到板门店 제 뒤로 보이시는 곳은 북한이 선전을 위해 만든 기정동 마을입니다 오른쪽으로는 남북 공동연락사무소가 보이는데 3년 전 북한의 지시로 폭파됐습니다 北韩军队 북핫军队 驻扎的板门阁 一片激进 当年 两韩高层 来往 平凡之地 分为 野汉 5年前 大不相同 2009년까지 남북 간 장성급 회의가 이뤄졌던 T2 아닙니다 이 테이블 위에 있는 마이크 선이 군사분계선 MDL인데요 제 기준으로 왼쪽이 북한 영토 오른쪽이 남한 영토입니다 2018년 2韩元首 在板门店 相见 让朝鮮半岛 看见 和平曙光 但随着 两韩关系 重回僵局 加上 新冠疫情 影响 限制 观光 曾被视为 和平象征的 板门店 如今 透着荒凉 TVBS 新闻 综合 报道